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关系 但是关系并不大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故事也是因为人跟人间的摩擦产生的一个小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斗发 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不是现在 明朝 明朝什么时候 四弟燕王走北 燕王枷锁在北京 这个时候 也就是明朝成化年间 成化六年 在北京这儿出了这么一档的事 咱们这个主人公啊 叫孙德龙 一会儿我给您介绍 咱先说说北京城 北京城啊 叫哪吒城 为什么叫哪吒城呢 八臂哪吒城 因为它有八个大城门 好像哪吒城的手一样 所以呢 叫哪吒城 那就在前门脉头 前门脉头这边有一个四门三桥五排落 就在这五排落 第三边柱子上 在这儿贴了一个绑 黄绑 这黄绑一贴上 好像是整个震动的北京城 整个北京城就让人动 所有的老百姓都回过来了 要看一看那黄绑 你们贴出黄绑来 不知道国家出什么事情 都想来看看 喝 不到一个时辰 你们现在都在说 不到两小时 可了不得 北京城全都让人动 也不管什么叫赤农工商 五行八多 森门两道回汉两叫珠子伯家 三百六十行 街上走的 什么做官的 为患的 卑躬的 跨建的 卖米的 卖面的 卖油的 卖蒜的 卖葱的 卖建的 全都来了 哪儿哪儿都有 所有人都回过来了 都在看这张黄绑 哎 打远处 走过离门 挺干净 就是咱们说的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叫孙德伯 他是山东人 山东 这个地方叫东来清 东三整 这个地方人 为什么我非得说他是呢 因为他这个人呢 说话特别 还有口音 东来清这地方的人 舌头跟他用 你像咱们要说 说这个 到北边 他说你上哪儿啊 我上北边 咱们说上北边 他不说 他说 哎 那叫道伯边 哎 道北边就道伯边 说上北边找个人 哎 那道伯那个地点找个印 人不说人 说印 哎 他就这口音 那他在北京干什么呢 卖猪肉 啊 就在田森门半 现在这地叫 猪市大街 猪市高 这块 那那边叫神仲街 在那儿 卖猪肉 会捆猪 会宰猪 这次卖猪肉的 打远处来了 冬天穿了个棉袍 他这棉袍啊 是个布棉袍 可让他穿的呢 成了段子呢 说这布子怎么成段子呢 哎 这有原因了 您看这布啊 咱们现在身上穿着衣服 或者布子 这都是布子 它怎么变成这样段子 闪闪发光呢 怎么回事呢 卖猪肉 切完了油 这刀子也往深深干 切完了油 这刀子也往深深干 这个里边蹭的是赠光瓦亮 所以这肚子变成段子 这人生性爱喝酒 哎呀 嗜酒如命 太爱喝酒了 爱喝酒到什么程度呢 他怕冷 在这腰上系着根绳 他怕往里灌风啊 就在这绳上挂了一大酒屋 他的酒屋 洗了酒屋 这么大个儿 有特点 别人的酒屋啊 都是圆的 他的酒屋 方的 四方方一大酒屋 犀利的 还在那一挂 刚打猪我事算账回来 这儿 在这神人这儿 连离墙口袋 大罗呢 还家里边大猪的勾肝子 什么叫勾肝子呀 这么粗 不吃来肠 白亚肝子 头有俩肝肝 这干嘛用 打猪呢 他捆猪宰猪嘛 这猪要离他无耻以内 因为这勾肝子长无耻嘛 他用这勾肝子一大 他这猪一拽 就拉回来 省得跟这猪跑 哎 白亚肝子 加嘎肉多点 这边嘎肉还加一个账本 他肝算账回来 就说一下 加往前走 因为你早起呀 刚做完生意 刚笑完诈回来 挣了钱了 就喝了点酒 喝点酒 喝醉 喝的不少 一往前走 自己呀摇摩逛逛 嘴里还刀刀念念 家里够干的 哎呀 喝啊喝 那个酒啊 他搞了事 哎呀 嘴里 闲在这儿 哎呀 眼睛看不见到 简直不见了鬼 哎呀 他往那边一看 那边围了好些个人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 他想过去看看去 加嘎肉干子 揉揉晃晃的过来 哎呀 咋姐姐逛 咋姐姐逛 他也扒了人家 那边一回头一看 一看他酒气熏天 酒气温温 赶紧就给他闪了一毛道 他就进来 到里边一看 哦 是个棒 他不认识字 你想他卖猪肉的 他都认识字 他想问 想你问人家 你好好问 他过去 他拿着胳膊子啊 拱那位腰圆 哎 怎么会死 哎 怎么会死 那位你拱 哎呀 你怎么意思 你是 你这人 一闻他酒气温温 人家没做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哎 怎么会死 哦 怎么回事啊 黄榜 知道吗 黄榜 哎 什么叫黄榜 全部 黄人家贴的就叫黄榜 哦 嗯 你几个念念我 听着行吗 这位 还真爱管闲事 哦 我给你念念啊 听着啊 送天成远 皇帝赵约 自建千都以来 万邦来朝 四海雅德 不想 今有刘秋国 派一了一真人 名为敬动 哎呗 哎呗 你先过吧 他挺高的个 拿这家 手指的掐上那句下筷 哎呗 你先过吧 哎呗 怎么意思你是 真是一巴了 你怎么这么些毛病 你干什么 哎呗 你先过吗 我怎么又别忙了 哎呗 哎呗 你学番线杂都不懂 你学些吗 哈哈 我说了半天 你一句不懂 合着我白说了 你哪一句不懂 他还哪 哪一句都不懂啊 你先去 什么叫 奉天成远 哎呗 什么叫 皇帝赵远 哈 皇帝赵远不懂啊 我告诉你 皇帝说话 就叫 皇帝赵远 啊 啊 皇帝学话 叫 皇帝赵远 那我要去学话啊 那说 我哪知道啊 我知道你的叫什么赵远啊 我不知道 啊 你 哎呗 那一句 得了 我呀 别说了 我说了半遍 我都白说了 一会儿我还是给你解释一遍 这多麻烦 跟随 我就告诉你什么意思 好不好 哎 行 就说呀 我们 大明朝 自定都以来 国派民安 啊 放国来朝 可是今天呢 有一个刘楚国 是咱们的楚国 派了一个老道 这个老道啊 叫了一真人 啊 派他来进宫人 民为进宫 啊 实际上 是找咱们大明朝的人来斗发的呀 这老道 我会三十六手也还命 会七十二步金刚经 皇上 皇上现在要找和他能斗发的人 如果斗发斗赢了 上千金封半虎猴 就说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你要多大块给你多大块 可是要斗不赢 从此开始 咱们可就沦为楚国了 知道吗 人家为上邦 咱们为楚国 说你问上个也没用啊 你也不会打雅命 你也不会念金刚经 哎 这句话 有没有用 这一说 你问上也没用啊 你也不会打雅命 你也不会念金刚经 好 孙德龙啊 他 是个血性男儿 有个小名 他在万事中 你别说他不行 知道你说他哪样不行 端了 他马上就急 就脑 他就说 你问这也没用啊 你也不会打雅命 你也不会念金刚经 啪子 哎 你别学了 我怎么又别说了 哎 我不会打雅命 你怎么气到 他不会念金刚经 啊 你会打雅命 你会念金刚经 嘿 那还有事啊 还用说 他会打什么雅命 他肉市上卖出肉的 他会打什么雅命 你也别说 他都会 他会打雅命 打什么雅命 说呀 问问的猪 多的分量 多少钱 还拉了手 这雅命他会 他说 哎 你怎么记得我不会打雅命 你怎么记得咱们会念金刚经 那时候喝 那您会 啊 当然啊 那您就 亲皇长吧 您能老道逗马去吗 啊 呃 咱够不着 够不着啊 够不着 够不着 你也计划借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我替您接 呃 你替我解完 你还是替我去 你可怕呀 我不替你去 我也不会打雅命 我也不会念金刚经 我干嘛去 我替您您自己接 啊 对 我 我 你等会儿 你先别接 我先跟你说清楚了 啊 别到时候你输了 你骂我 我反正写得清楚 说老道 我 打雅命 他会三十六指 他会三十六指 孙德罗米婷 哦 喂 多多九 三十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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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七十六指 哎呦 您这比他会的多一倍呢 老道 还会念七十五金刚经 哎 啊 你这金刚经练起来不好呢 哦 念起来没完 那得念的什么时候 那行了 那您就切黄绑 找老道 都放去 啊 啊 够不着啊 哎 够不着 哎 您告诉我 家里什么呀 哎 打雅力 您拿这一够不就完了 啊 嘶 嘶 他把这黄绑在拖子 他可不知道 他都过闯了 多大 把这黄绑一丝 看绑的兵兵一看 有四黄绑的 过来妈咽头拢二倍 就把他挡上了 把他带走了 拉到哪儿啊 到前三盾外 去见 看绑的兵官 哎 前三盾外 看绑的兵官 姓谢 叫谢进 谢的人 你到谢的人这儿 孙德龙 利益不贵 家里有关子 把这儿绑着 撇着大嘴 一看上面坐着个大嘴 哎 你醒醒 谢的人坐着一听 我姓是怎么一直先 过过一趟了是 我姓谢 哎 谢的人 你讲你不讲你 谢的人一听 我怎么不讲你了 哎 你讲什么你 找老道动画 都被捆着去不行了 谢人一听 啊 您是动发的发光 你们这个东西 把发光给绑起来了 赶紧 这谢的人 从自己的被子上下 找到孙德龙边前 亲自 给解开吧 哎呀 您您您您来来来来 您您您坐您坐您坐 就把孙德龙 往自己的被子上上 孙德龙一屁股的坐点 其实这屋里就一个座 人是帅不离位啊 他也不懂 孙德龙一屁股 坐在那儿 坐在那儿学嘛 哎 您您您您您坐哪儿啊 谢在这儿的灯 你别管我了 啊 我就站在那儿的 我问问您 这个 您找老道动画 您会打牙力吗 哼 哪怕用帅 老道打牙力会三十 哎呀 他会七十二十 闹到那儿 咋的那儿竞装竞装 谁弄完的 好嘛 他找急性去的 那好那好 那走吧 走走 您跟我进宫吧 他也听 进宫 哎 给 给拿个宫 进皇宫啊 这进皇宫干什么 见家呀 他也听见 啊 这拿个家呀 全部不懂 见皇上了 他也听见皇上 他乐了 哦 见皇上 啊呗 哎呀 我起来见见皇上 我们跟着咱老婆见了 好 你跟我说这种哥们俩呀 你你多得跟皇上见过 嗨 蘑菇见过 有点耳闻 耳闻哪 谁不是儿闻哪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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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对了 我问问您法官 您是骑马呀 是坐轿 孙子龙一听 啊 不骑马不坐轿 蟹子龙一听 对 人家 都把他放过来 人家有发声 人家 哦 那您不骑马不坐轿 那您怎么去 骑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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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嘛 我哪儿给您找驴去 摸驴 摸驴 摸驴我走 他这回头就要走 蟹子龙一听赶紧的 安装 去去去去 我给您找驴 好不好 这蟹子人赶紧的 派 看广子的冰丁 看广子的冰丁 找去 满大街去找去 找了半天 在张一门脸那儿 张一门脸 就是广安门 现在广安门这儿 花了两票二百钱 给他顾一批小猫驴 蟹子人 骑了马 他那儿骑驴 哎呀 我 见荒生 我 是得见荒生 哎呀 我们不然来了 现在已经别别说了 太可燃了 你跟荒生这儿两下话 好 现在已经 这都不是 我不能看他直接去荒生 好 他也没理不言理 这好家伙子 到了 皇宫里头 一看见荒生 他往那儿一看 哎 一心心 哎 那不然老跑 我这脑子都冥咬了 他下话 和我呀 先把他安排的管理 让他先歇会儿 我自己见荒生 现在就把他安排的管理 自己进宫 建价 哎 哎 其中五十八岁 这个 法官 有了 刚来了一个死榜的法官 我说你贴了 我说皇榜 刚一贴出些 还不到一天就有了斗法的法官了 宣 宣法官进店 我要看看他 卸在那赶紧会议 其实我乱说这个法官没有到礼部眼里 什么叫礼部眼里 明清两岸皇帝都是这样 他在北京做地方的官要想见他 或者是老百姓要想见他 先要到礼部眼里 公行公 礼部礼嘛 每一个部门不一样 到礼部告诉你怎么见皇上 怎么跟皇上说话告诉你几个礼 现在说他也没到礼部眼里 恐怕有失于之罪 我看还是不让他见价了 先让他们斗发 斗发如果赢了再来见价 我们伴随您也有好 您好 您也好有个担待 如果要是输 把这个伤害就好了 咱们一听 也对 也有道理 那好吧 那就找他家法官前来斗发吧 赶紧谢人派人 到旁边管理 把这个法官 输一真人 就是刘秋国派来的输一真人 给找来了 输一真人 上殿 叫他 输一真人 上殿 保殿一战 力而不轨 皇上一看 你就是刘秋国派来的输一真人 这么是 我问你 我家法官现在要和你斗发 如何斗啊 输一真人 西北大一座 西北大一座 发来都有三丈三高 发来上面要给我准备 一张八仙桌 一把太石鱼 香如雾辣千 黄包兵之珠沙 鱼鱼砸粮 一碗浮温水 你家法官用什么 我不知道 你去问他 皇上一听 对呀 谢大人 我家法官应当用什么呀 谢大人一听 我知他用什么呀 干脆也给他来一份 到时候他再需要什么 再要 也来你 好吧 谢大人 去找咱们的法官前来斗发 谢大人呢 带着这个法官 带着这个输一真人 就下店了 先安排 搭发牌 这很简单 人多嘛 黄公里多人 三两三个法台 埋上杀糕 那网上一变 三两三马上就起来了 两座法台 起来了 法台上准备好东西 都准备好了 这两一真人 跟他谢大人 走到东边 那座法台 往那一震 这位大人 我到法台上 我到法台上 等着 聂家法官前来 说完了 一展刨袖 他一展刨袖 脚身有一小旋 就给他拖下来 直接给他拖到这法台上 到法台上 他站稳了脚步 稳了稳 往这法台上一坐 有一派是尼嘛 在扎心桌子之前 一坐 单手打击手 闭目养真 闭目养真 谢大人一看 吼 吹个架啊 真有发生 有个小旋 拖着 走 我赶紧到我们的法官去 这谢大人 赶紧的就奔广义 到了广义 就找孙德龙 哎 发官 发官 发官在哪呢 发官 找了广义没有 他就听着点 太活了 这一天一学 哎呦 好 睡着了 你看孙德龙 整的椅子 在那 就这样 好 还睡 现在你看 我赶紧叫 发官 这位发官 快醒醒 发官 孙德龙 哎呀 不安 哎呀 不安 谁让你闹了 行行行行行 谢大人这一推 孙德龙 揉揉眼睛 醒了 哎 睁眼他一看 好红揉了 还绿揉了 王宫内院 金碧辉煌 他傻 哎 这这这这哪 这这 谢大人 黄冠啊 这是哪 黄冠啊 我相信 干什么来了 谢大人 啊 干什么来了 你忘了 你不是 找老道 斗话来了吗 你忘了 你私团 忙了 找老道 斗话来 老道会打三六 说假命 会念七十五 金刚经 孙德龙 你听 啊 怀 他心里 我 我 我怎么 私魂 躺着我 我找老道 狗话来 老道 外国来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好 给我找他来 我这不找死来了吗 这个 他会把我打死呢 这个 他是越想越害怕 想着想着 怕着怕着 孤独 他给谢大人 跪下了 哎呀 老大人 哎呀 你救命吧 哎呀 咋要死了 他活不了 谢大人 不是 发哥 你你 你怎么了 这事 哎呀 老大人 我 我活不了了 你怎么了 哎呀 老大人 他跟你说实话吧 哎呀 他根本啊 他也不会打牙 他也不会 人家紧张记 不是 喝酒喝醉了 我喝醉了 酒后不得 我死了 我家晃榜了 我 我心里也不会 老大 打算过来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好 这他不给我打死吗 他 谢大人 你听 啊 你不 酒后不得 死了 我家晃榜 孙东东这回 他酒 基本上就行了 他死 晃榜在这儿 那是喝的 明明大醉 那样有十分醉 他跟着谢大人命工 骑着小员上 和小花叶搜 他这酒就醒了两分 到了管理 整着椅子 这儿的地界 又睡了半天了 他这酒 基本上就醒了 他这一醒酒 谢大人跟他说 坏了 他害怕了 他酒就醒了 谢大人一听 你哎呀 你这人 你这人以后的酒 不能喝呀 你这不大事 什么东西 哎呀 可不是吗 哎呀 老大人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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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 雪人豪的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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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啊 那我就当个凤子 把我放了 行啊 谢大人一听 好 笑话 我跟黄金说 就像你这么说 他酒后不得 自国 在黄宝 啊 你别拿他当个人了 拿着当个凤子 把他放了 这咋行呢 再说了 就是 我跟黄金这么说 那又能怎么样 那咱俩人都有 掉头之罪 咱俩人都得死 哎 那 你 你 你怎么也得死 我明白 我告诉你 咱们两个人 这个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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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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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死罪 我 看党不严 你是 嘴对人入宫 我也得死 咱俩人都死 当然 咱俩人都死 获得自权 这是应该的 可是咱俩人死了 没关系 从这儿起 我大明就沦为蜀国了 人就没上班 我們每年間盡風碎碎重塵了 知道嗎 我們就做了王國奴了 這句話 有用 孫德龍學習男兒 一聽 蛤 怎麼著 就因為我 撕了王國奴了 我們就做王國奴了 這個行 王國還忙在我身上 那我說的呀 探腳牙一剁腳 嘩 這酒店都撞上來了 嘿 蹭蹭 他蹦起來了 跪得挺好 他蹦起來了 嘿 嘿 哎呀 謝了 咋 咋跟你開玩笑呢 我問你 我不會打壓你 我該下了王國奴了 嘿 我不會再緊張去 咋該設了國家的晃蕩 謝了 謝了 你是怎麼回事兒 你 你到時候會不會 嘿 哎呀 謝了 咱跟您鬧著玩兒 哎呀 走 哎呀 謝了 我會 謝了 這不是開玩笑 這是鬥話 哎呀 謝了 我問你 不是 你到時候會不會 哎呀 沒問題 謝了 別人說我不用脫會 別人說我不會 別人說我不會 我不會啊 好 就是我不會 我到這兒 那老刀 打架是打得過我嗎 對啊 你死了 你死了你千 不死了 老的叫了 幫他打了幫他 不不不不 那謝了的人 帶孫德龍 就跟法台那兒走了 到了法台那兒 孫德龍一看 啊 兩座法台 東北一個西北一個 他一看 哎 他他他他 怎麼意思 老他就是 睡著了 其實人家 單手打雞頭 那兵不養神 他把人家 睡著了 謝了 聽 什麼是他 別人 法官 老卡提醒 你要小心 哎呀 這個老刀 他可了不得 他有法術 好 剛才上大台的時候 他腳底有一小圈子 給他拖上去 他不得了 孫德龍 去 萬事通啊 你要說的哪兒不行 他馬上去得急 哎 你別去 不是 我怎麼別說了 你叫什麼 你 咱他人被奉 面我銳氣 啊 他就叫什麼 腳架搖頭 搖頭 搖頭寫法 謝了你聽 啊 不是 他那是 腳架搖頭 搖頭寫法 那您 哼 那還能說 就 那先中國也不能信證 我 我咋咋是正 哼 我呀 你是不是不知道 我是 我 大大有名 你 你說 你是不是誰 哼 你這個那個 是 王燦老祖 謝人家 哦 鬼谷 陳師 王燦老祖 嘿 那什麼事 謝人家 哼 敢請您是 借新的門口 嘿 您知道那是 李山老母 哦 李山老母 嘿 那不是 那什麼事 你 哼 才也不是浪 那個 王燦老祖 我跟李山老母 桌子接著 他五個豬 哎 那什麼事 好 現在聽不見話 您別說 那行 那個 那您就 上法臺吧 上法臺 哎呀 他上這邊 那我就得上那邊 我要也上這邊 我們倆啊 整法臺 謝人家 聽聽點 這麼些廢話 您就上西邊這法臺 哦 還溜得過來 哎呀 謝人 法臺 多高啊 哎 老道出的主意 法臺 三丈三高 三丈三 哎 主張 有點無關 謝人家 謝人家 那您這 怎麼上啊 我還 還 還怎麼上 他是 家人送上去 呃 咱就不能家後 謝人家 謝人家 那您 駕駛 嘿 駕駛駛駛 哎 往前看 咱 腿腿都會 有功夫 嘿 謝人家 後面 腿真的功夫 甭 你拿 這借錢的能動 這靠 哦 您這意思 您一坐腳就 蹲上去了 真的蹲上去了 嘿 蹲腳幹什麼 半屁 半屁 哦 半屁子呀 好吧 您說這麼熱鬧就半屁子呀 不行 沒有屁子 摸摸屁子 摸屁子 摸屁子 現在人家本來 哎 別走 你摸摸屁子行嗎 不 你拿你小蝙子上去 皇上來看著 孫德文一聽 黃 哪兒的黃蝙 他往東北大一看 皇上 在大殿那兒坐著 啊 那個 串荒銜的那個就是荒蝙 對 那就是皇上 他後面 死了蝙蝙 還行 那個 保駕子 互惠的位置 哎 這個大鎬被 哎 小人 你把那個 第二個 那大鎬被 你你你你你叫 我我我拖他點私就行嗎 不你拖他 哎 你你你就叫 謝謝 哦 趕緊的 派人 就把這第二個 護駕子的 這位置 準備請來了 孫德文一見 哎 親愛的老爺 您先生 現在已經好 我們又來了 嘿 別問了 這個 黃蝙家 二等部位 啊 王文元 王老爺 啊 王老爺 嗯 您 多少分 我呀 黃蝙家選擇 最高 我是最高的 二等部位 我身高 九尺 哦 身高 九尺 哎 你 兄弟拿的那個 啊 什麼 這個 護駕子 金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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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這個 金瓜 多少 這個 瓜 那兒 一丈一 瓜狗 四尺 孫德龍那兒 陣在這兒倒 哦 甚高 九尺 甚高 九尺 九尺 個子甚長 二尺 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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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屏了,你去 这样拿着 哦,我这样拿着 这样拿着干嘛呀 来 劳一点事情 你要赌榜啊,我要活动 你说,你说,你说 你呀,放屏 坐你的把头上 你赶快挣你上去 往哪里扔你上去 好嘛,我扔不上去 没三个热菜的事,那又往上扔人家 哎呀,你要活动,咋不动 哎呀,现在赶紧拿着去 王老爷,王老爷 这个,您听您就 费点力气,您看这 赶着做事呢,怎么办呢 糟糕一路一路,咱撞到哪儿,算到哪儿 王老爷听,好 哪儿的事呢,走走走 我放屏在这边 赶紧坐了 孙子龙一片肚子 坐进吧 行 他伸打力亏 伸高九尺 伸打力亏,往那儿一站 孙子龙往那儿一坐 诶,有点意思 诶,好,你别静有意思 你要做一点劲 我把这个扔不上去 你提点气,提点气 我把扔你 好,对 打力亏,老公老爷 你就扔 把天赋去 咳 怎么样 咋放到六十 就这一下 身大力亏 还真把他扔上去 就这一下是把他扔上去的 可是 差点 他说一次